Hello 大家好 我是Andy哥 我是Ann 今集來到丟丟地圖 大家看到沒有嘉賓就知道什麼了 今集今主編 首先多謝我們今主Cash Mellow 我們今次目標是非常明確的 我們要去機場 現在到底我們是用一年前扔的那個Shock 還是我真的扔到 你現在扔一次 如果你扔了一種 我就不用上年那個Shock 你扔不中 我就用上年那個Shock 上年其實都是強行去機場 因為那天我是不去拿銀包 沒有辦公 然後我就在這裡扔 然後一拔就扔到機場 每一次去機場都是有個理由去的 對 那正常人去機場都要有理由才去的 即是丟地圖我們沒有理由的 四 喂 給我試一下 五頂 六 你越來越前 不如你在這裡吧 沒辦法 我先注定了我們要去機場 對啊 是機場的啦 出發 我們上次是乘車去的 今次是駕駛 對我來說沒有影響 也不是我駕駛 我們終於來到這裡目的地 關西機場了 為什麼要停機場說話呢 因為如果我們在機場上這麼大聲說話 有些迷惑行為 所以我們的Tension High 留在這裡 但是我們都要地圖做的就是吃飯 還有現在沒有錢 這個是真的 真的要他按錢 那今集的金主Cashmallow 其實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海外提款 iPhone和Android都有 你有了這個App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在日本的7Bank ATM 那裡拿錢 還有它是不需要任何提款卡 就可以即時拿到錢 那是怎樣做的呢 首先 App 裡面可以看到即時會率 然後你至少在App 裡面按幾個按鈕 就可以把你的錢換成外幣 然後你來到日本的時候 是沒有任何的保存期限 提款期限 你喜歡哪一人拿都可以 全部東西都非常方便簡單 你進入到你 即是按幾個就拿到錢 那我現在就直接去試一下 用這個Cashmallow 在7Bank ATM 拿錢給大家看 整個流程是怎樣呢 首先你就要開Cashmallow的App 然後你就可以按外幣兌換 然後就是要選擇你想兌換的貨幣 我現在在日本當然是按Yen 然後你任何一邊都可以 譬如你想用3000元港幣去換 或者你想換6萬Yen 然後你可以對應輸入 譬如我這樣 就6萬Yen 就6萬Yen 它就會顯示了 現在6萬Yen 就是港幣3400 24.8 每天不同 即我今天是 真的實時回率 對 下面就會顯示手續費 以及總共你要用多少錢去換這6萬Yen 如果你不知道哪裏有7Bank ATM 不用擔心 因為它下面就有一個按鈕 你可以按它 你就看到你附近哪裏有7Bank ATM 這個值得一提 關西空港是沒有7Bank 但是它有7Bank 7Bank它是ATM 但7Bank裡面一定有7Bank 是 那我們現在就要走到ATM 在走到ATM的路上 就可以首先按下一步 然後你就會看到帳戶選擇 不用擔心 因為它只有一個選擇 而這個賬戶其實是說Cashmallow的賬戶 那麼下一步 它就會告訴你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你本身登記了銀行戶口 就可以匯款過去他們的戶口 在你完成了交易之後 按下圖之後 就回去Cashmallow的app 然後下一步 然後它會叫你上載那張單 就證明你已經過了數了 那你上載那張單 然後就按完成 然後它成功批核了你的匯款之後 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就是你可以去拿錢 然後你剛剛那裡 你按了提款之後 它就會將了一堆數字 那這堆數字怎麼用呢 直接試給大家看 那走到7Bank ATM 然後大家記得 就是要按右上角數過來 第二個就是無卡的拿錢服務 那這裡三個號碼 一個是company code 一個就是用戶編號 一個就是一次性密碼 那它後面也寫了 它那個日本ATM 會顯示那個漢字 是什麼 那這裡是company code 0047 確認 這個客樣番號 這裡也有寫到 那就是第二號碼 1055 1055 然後確認番號 就是最後號碼 2,3,5,0 2,3,5,0 Welcome to Cashmallow 確認 準備迎接神聖的一刻 數一數 1,2,3,4,5,6 成功匿場 可以吃飯了 其實Cashmallow真的挺方便 那大家可以省回香港 你要找找找換店的時間 然後呢 它亦都可以實時查到 匯率是多少 不用猜猜猜猜 明白明白 是非常之適合即將來日本旅行的大家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對得多在香港 你想要乘搭千里旅行 你有可能提心吊彈 怕蒸不記得 但如果你對得少 你當地 你要找找找換店 又要虧損 當地匯率 還有大阪 現地的找換店 都少了非常之多 即是你真的要換 你都不知道是誰 所以Cashmallow 是非常適合 真的要來旅行 你日本的大家 我覺得 而現在Cashmallow 還要做無手續費優惠 大家有興趣的話 沒有興趣也好 你相信我 你下載 一定不會寫 我們DialDial地圖的儀式感 就是Google Map 1餐廳 因為其實它開了關之後 開了很多餐廳 其實有機會真的 一定是不同 上次的結果 我們上次是飲慨 就是吃不到 日寒酒店的鋪飛 評分最高 嚇死我 咦咦咦咦咧 我嚇死了 上次我們做得不正確 其實只有36 我們就硬去 上次是沒有選擇的疫情的時候 我4.2也不正確 4.1也不正確 沒有的 是那間鋪飛 這已經全男伊隆 所以是 它真的是鋪飛嗎 YES 這個是我們上次沒有去到的那一間 在那邊 走吧 好 135評論 4.3分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大家剛才說過 駕駛購買的那些 現在香港Express有班機 是晚上11點才到大阪 10點半不至11點 但如果大家要拿寄衝行李 要入境又成 我也很肯定98%是趕不及坐公共交通工具 而且租車店已經關掉了 所以唯一的選擇就是你在機場過夜 到凌晨5點坐地鐵走 要不然你又坐的士站 那的士出市區出南坡 應該兩萬元是有走的 因為我住很近機場 我試過南坡坐的士回家 試過16,000日圓 試過12,000日圓 因為有些的士是長距離有位的 所以去南坡兩萬元是有走的 如果不是你是過夜的 你可以在有行李過夜 但我相信跟你坐的士差不多價錢 好像有一間First Carbin的膠囊類館 但我之前看又說收拾了 現在我不知開了沒有 如果大家知道的觀眾可以留給我 我不是很建議搭我的班機 因為你最後還是要多放兩萬元出來 本來以前有通宵巴士出南坡 不過我做了很多調查 它是講了停駛 現在的通宵巴士 所以真的沒有其他方法 在機場看到很多很開心的面孔 就是那種很迷惘 但又有很開心的旅行的心態 現在的樣子全都是那種 怎麼坐車的 但我現在很開心 那種樣子 我們走去吃東西的途中 就忘記了 其實這個站裡面 也有7Bank ATM 不過我覺得在機場按了才好一點 始終你也不一定是坐這輛車的 你可能坐的士 你可能坐巴士 所以這個我就不推介 它不是南港線 而且是JL 是嗎 是 南港線不能進去 要JL才能進去 是JL站裡面 應該現在FIRST CUP是開的 因為它有些廣告牌在這裡 而我們的確是在去這間Hotel Niko 日韓酒店 食泡妃 YES 這裡是食泡妃的 真的很滿足 我們上次就是半備逼 就吃了這間飲茶三味 什麼半備逼 你說你要吃的 其實我吃了幾個 是我們半備逼 所以不是一半備逼 我沒有被逼 你只是最逼 然後吃了這間飲茶三味 這次我們就是這個 weekday lunch buffet 3000元 真的做到一萬一三位 YES 完全毫無懸念可以走進去 那我就先跟我拿東西吃 每樣只試一口 而且我是食泡妃 我是最虧展的人 因為我會拿點飯 好像沒什麼料到 3000元有點貴 沒什麼選擇 你看到外面的選擇 因為它很多都是澱粉 很多飯 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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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粒麵,沒有任何調味 暫時好吃,我覺得最好吃的是肉醬意粉 其實我是期待這個 門口都是白這張照片 白身魚,青口 好像很久沒見過你拿筷子 對,其實很沉悶 這個蠻好吃 你喝這一塊吧 它有魚味 應該都是雪藏魚,但它是有魚味 它很好地解凍 真的蠻有魚味 沒有雪櫃味 你看這個青口蠻迷你 這個青口完全沒有味 但是魚是蠻好吃的 它還有一些麵包給你吃 就是沾那些油 很多空姐在這裡吃 這個椅子 因為他們有員工優惠 然後我見很多在這裡上班的人 會來這裡吃 我想都值得的 如果兩千多的 可能剛剛出糧的食餐好些 在機場上班想吃得好些 都沒有什麼選擇 對我來說 平時來到關西香港 吃得最好是麥當勞 他們現在新開的食餐 我去過兩次 都是打了一個轉 出去去麥當勞 我不是太推薦大家去過 中間二樓那裡 有一間中環肉挺好吃 但一樓都沒有跟你說 留下五大餐才說 我試完這個可樂餅 我在日本四年 我第一次吃到這麼乾身的可樂餅 而且這個也好像琴瑯花一樣 好像那些食譜 這些是熱毛超市 100日圓 又六塊的 樣子就是試試味 它比熱毛超市那些 大概口三倍 所以有口感 熱毛超市有些薄到 透到光 所以這個有口感 但會不會因為它 而再來這個食譜 是不會的 但這個肉盡意粉挺好吃 是不是我剛才說 最好吃是肉盡意粉 你吃六十塊就可以回味 也是 100日圓三塊 或者我待會再夾肉醬意粉 我只夾肉醬 再用這個火腿片 包著肉醬吃 但你用3000日圓 買一個吃到空姐的機會 那也是 如果你打算來吃空姐 3000日圓是便宜的 那就祝大家好運 希望大家吃到空姐 然後告訴我們 這個咖喱牛筋 那些牛筋真的 你看看多麼大方 多骨子 這碗是有紅燒牛肉的感覺 有一點 而且那些牛筋 都是煮得很像紅燒肉 這裡的肉料理 基本上就是 我們一開始說的 牛大腿肉 還有這個 雞肉 雞腿肉 其他全部都是 澱粉為主 例如這個咖喱烏冬 Jason現在桌面的咖喱飯 譬如是肉醬意粉 還有一個 它的表面是一個樟圓 碰到下面的樹籠 大部份都是澱粉 還有麵包 你一定飽 你沒可能飽 這個牛角包夾 不開到牛油 減肥 減肥 放開 一、二、三 嘩 你用自己的方法 令到這頓抵食 對 很棒 然後底下就加紅燒 瘋 要不要再加粟米湯 可不可以放進去吃菜嗎 很普通 人類就知道吃菜 菜好吃 吃完了 買單9000日圓 剩 不用加一 不用吃 我覺得 頂盡我2000日圓 質地 它全部都是碳水化合物 那個飽是滿足的 但食物的種類和味道是不滿足的 而且它連果汁都沒有 就是水、茶、咖啡 這個有些意外 連果汁都沒有 連果汁都沒有 是有點意外 我是不明白為何要吃3分 如果3.4分 我吃這個口味 放到肚子 我可以的 而且4.3分 是說有百多個味道 對 可能它晚上很好吃 唯有你的想法 但整件事 我就是覺得如果4.3分 我抱著一個期待來吃 我會覺得很差 但如果3.4分 我吃這個味道 吃這些東西 我可以 也是的 因為4分 你怎麼對它有些期望 是的 而且我覺得主要是香港人 吃自助餐更壞了 我們的自助餐太強 在香港太好吃了 對比其他自助餐 都覺得香港的自助餐是最好吃的 還有忘記打卡 我們打卡 就對著日韓酒店 給它一個credit 打卡 打卡 今天如果大家喜歡看好地圖 記得多點留言 讓更多人看到 或者大家認識不認識 哪些嘉賓有趣的人 如果你想他跟我們拍節目 你可以介紹給他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最近經常用盜文集通 記得Superfans Superchat 加入我們Discord 還有最重要的是 今集 多謝Cashman 嘩 你急定很害怕 大哥 有手味的 撿回來的